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總統特朗普剛好簽署了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在網路的反應一片寬騰 網民紛紛表示非常之歡迎 希望總統特朗普通過這個法案以後 美國的行政機關就會將這個法案付諸實行 不要將他擺在一旁 讓他生勤勞死亡 對於殘害香港青年官員實施這個制裁 這是一個最好的結果 那麼特朗普的聲明又如何說呢 他就說到 簽署這個法案是出於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和香港人民的尊重 他期望實施這個法案以後 中國的領袖和香港的代表 能夠友好地解決彼此之間的分歧 為所有人帶來長期的和平和繁榮 即是說根本上特朗普就無懼你那七部門 即是共同施壓 大家記不記得嗎 早前有七個部門一起發聲明來反擊 包括外交部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 國務院港澳辦 香港中聯辦 特區政府和外交部駐港公署 你七部門 共同發聲 特朗普都是無懼的 為甚麼呢 因為根據一個民調顯示 有六成八的美國受訪者 是贊同華府支持香港的示威者 只有一成四的受訪者 是支持中國政府 如果中國在香港的軍事行動升級的話 有六成九的受訪者 支持向中國實施經濟制裁 至於簽署香港人權民主法案以後 會否影響到中美大成貿易協議 我看的機會比較低 大家可以看看北京的官員怎麼說話 商務部發言人上星期提到 中美雙方的經貿團隊將會緊密保持密切的溝通 基本上他們表達了一種態度 就是說 中美貿易協定和人權法 其實是沒有捆綁的 不會通過人權法以後 中美就不達成貿易協定了 其實 特朗普早前在Twitter也說過 達成中美貿易協定 就是中國比較急 而他不急 但我相信他在美國內部 也有一定的壓力 因為那些美國農民 都會向他施壓 很多農場破產 但顯然中國會比較急 大家看看中國的經濟簡直是水深火熱 至於外交部發言人 耿爽 他真的爽了 他怎麼說呢 關於這個人權法 會不會影響到中美貿易磋商的進程的時候 他說 我們希望美方能夠和中方雙向而行 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礎上 找到解決貿易問題的辦法 即是說 之前搞那麼多事 就有機會是打嘴炮了 反正現在 你都已經簽署這個法案 米以承吹了 因此 我的研判就是 不會對於中美達成貿易協定 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至於這個法案通過了以後 就可以對於殘害香港人民的官員制裁 首批制裁的 我建議 那群落凹打決定要攻打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那群爹 就要首先接受制裁 大家看看昨天那群留守者 他們開了一個記者會 就去講述他們這幾天在理工大學校園裡面的近況 真的相當坎坷 但是有些人在網路上批評 為什麼張達明又說找過 理工校方又說找過 不同的人士都說找不到 為什麼現在突然出來 開這個記者會呢 有什麼動機呢 是不是鬼呢 實情當然不是 這群學生在補命 就是告訴大家 現在在這個理工校園裡面 有遺數難以估計的人士 依然是在這個校園裡面留守著的 不要說進去一個都沒有就可能被消失 一定是還有人在裏面 因為起碼有一個人出來講給大家聽 就肯定還有人在裏面不是一個都沒有 如果一個都沒有就可能被消失 不知道被抓到哪裡 因為你聽回他們的 那些見證 真的相當恐怖 他們就怎麼說呢 有一個留守者的代表 昨晚就出來了一個 有幾個重點 第一點就是 這一群在理工大學校園裡面留守的人 就懷疑 有些疑似黑社會的份子 就扮成這個義務急救員 好像追債那樣去找人 去刮他們出來 而且還貼了街招 這個情況當然是非常不尋常 如果真正是友善的人 怎會到處貼街招 或者到處拍門 他們說了一件事 這一群疑似老黑的人士 就是會在半夜三更由凌晨12點到清晨6點 不停地對他們作出滋擾 瘋狂地敲門 不讓這群小孩子睡覺 而且也會爆門 同時他們又穿了防護裝備 穿了防護裝備 蒙了臉 就叫他們離開 那些小孩子不能休息的時候 所以要去到早上 等這些蛙鬼走完以後 才有機會可以休息一下 天亮才有睡 他們擔心有些人會被消失帶走了也不定 這當然就是要警察自己出來說 先說回來 因為目前來說 理工大學不是沒有掩雞籠 不是說出 說入就是入 如果是 神祖的留守學生就扯了 還在那裏困住 現在凡是進入你大校園範圍裏面的人 都是經過警察批准才行 因為你圍著 整個理工大學 天橋就圍了水馬 膠馬全部封實了 到底那班是甚麼人呢 警察是有必要出來交代清楚的 那些喬莊成為義務急救員 到底是甚麼人呢 是不是 你說得出自己義務急救員 這是first aid 你進入去居然間不是關懷 那些小孩子的健康情況是怎樣 我第一天找人 然後寧願去架貼外招 然後 他要求和他一起離職 那當然別人不敢 亦不肯 容什麼被消失 不知道是帶去哪裡 是不是 再講一件事 上個禮拜有一班人被你抓了 上火車 在路軌的樹 到底那班人到那裏的下落是怎樣 沒有人問的 可能你沒有開記者會 希望記者會問 到底那群小孩被你捉上冬鐵列車的時候 最終運送到哪裏 沒人回答過這個問題 大家都非常懷疑 非常擔心 你要交代 壓上火車 送到哪裏 到現在整個星期 沒有消息 沒有人問 至少那群新科議員就幫忙跟進 市民選了你 雖然1月1日才出糧 1月1日才正式上任 但你幫幫忙 比市民說好 你作為議員 你說一句 比市民說十句 這些就是大家幫幫忙去做 至於說回理工大學這件事 那些義務急救員 去到只是刮人 又不放下急救用品 又不放下藥品 根本上你這些是真是假的 就呼之欲出 我都未見過那些義務急救員 會在凌晨12點到清晨6點 會瘋狂 瀰瀛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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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瀛 不讓人睡覺 這些是什麼急救員 警察要說哪些人放進去 好 第二件事就是 有一些是他們留守者 他們曾經留守過的房間 一旦出去之後 回到頭 門鎖就壞了 即是說那個門本身上鎖,他們就在外面發瘋 但是回到門鎖就壞了 所以要經常搞到他們要轉地方 到底這些是甚麼人做的呢? 我又不相信那個門鎖,那些留守者還會打破他 因為他們都要顧及到自己的安危 到底是誰做的呢? 你不肯夠一般人進不去的,現在是誰放他進去的? 這些是否有記錄? 你遲些,如果美國那些查起來,你自己交代,不知所謂 至於第三點,他們就提到 由於有一些留守者太害怕外奸的所謂幫手 都不知道誰是中誰是奸的 誰是堅,誰是留的 所以他們就困住自己在房間裡頭 當他們離開了房間以後 他們開記者會的留守者進入去的時候 傳出了很大陣的尿厄味 即是他們害怕到一個點 就是連走到廁所、洗手間都不夠膽 就在這個房間裡解決了 可想而知,對於他們是幾巨大的精神壓力 早前有些報道說過 就是有些留守者,當他們出來的時候 他們的確是有些精神的問題 包括有些所謂失語症 即是連說話都不能正常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根本上你們這些警察到底要圍多久? 為什麼要對於他們施加一種不必要的壓力呢? 他們走出來這一分鐘已經走不到 是不是? 已經是有些問題了 在這個精神上 如果有些良心的人應該扯吧 還在圍圍什麼? 只剩下這麼少人 要拘捕你要寫名字 已經寫了一千多個了 還想怎樣? 是不是想逼死他們才能安樂呢? 半夜三更 哪一個放那些人進去的? 蛤? 游醒進去嗎? 難道警察也要交代這件事 半夜三更敲門12點到6點 這是什麼人來的? 有沒有記者問他? 有沒有議員問他? 這樣來滋擾學生 到最後 這個留守者就說 如果警察今天去硬闖校園的話 他們還可能會有激烈的行動 還說理大教職員找不到他們 警察更加找不到 希望他們所有留守的學生會安全 因為警察也說到 他們所謂的安全小組就會進去 祝福他們全部人都是安好的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